南山江湖最大的楼盘他来了 这里是位于吃完半山的山与海 一年前89平米只有一个洗手间的小三房 成交价1400万左右 如今山下地铁口109平米 三房两位大阳台约1100万无人问津 我就问你山与海89平米只有一个洗手间的小三房 现在1000万你买不买 炒作的时候有多疯狂 下跌的时候就有多惨 吃完片区发展还需要很长时间 刚需住没问题 你们过去是如何把周边这么差的刚需盘 炒出了豪宅的价格 你们叫别人买也就算了 据说收好几万叫别人买房的大师 赚的学费在这里高位买房子也被套了 作为学员一定要努力多买这里的房子 毕竟老师买房的钱有你们一部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过去帮老师买房 现在要帮老师解套 深圳的房价真的降了 深圳房子也不好卖了 永远大家都会认为 即使全国其他城市的房子不好卖 但深圳的房子一定是不愁卖的 并于深圳一直被称为炒房示范区 毕竟深圳的房价一直是全国房价的领头羊 谁能想到现在深圳的房子也确实是不好卖了 导致了一个什么奇葩的现象呢 就导致到最近有开发商要开始雇水军 来假装买家看房了 我记得这种伎俩应该是像惠州这一类的二三线城市才会用的 什么时候开始深圳也用上了呢 以往照我们的印象中 深圳楼市经常频繁的出现日光盘 上千套房子都可以秒关 在深圳买一套房子 一个购房子要跟两三千人竞争 而如今开发商竟然花钱雇人看房了 假装自己很受欢迎 真的是跌破了眼镜了 最近是因为有记者卧底进去楼盘 进去兼职才爆出来的消息 在深圳北附近的一个楼盘 要找40个人充厂看房 年龄要求30到45岁 穿着打扮看起来要富泰 不能太邋遢 就是说要看起来像一个有钱人 然后一天的工资是120 听起来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有小伙伴感兴趣吗 这种东西说的挺好听的 充厂人员 但是这个在我看来 其实不就是骗子吗 在网络上这个不就是叫水军吗 叫刷当吗 感觉就是开发商伙同一堆人 对寥寥无几的真实的买房人 进行了一场杀出盘 我觉得这种行为是需要处罚的 是需要禁止的 因为他欺骗了真实的过房者 我觉得任何一个真实的买房人 都不会容忍自己受到这种欺骗吧 感觉他把自己当傻子了 其实这些弄虚做假开发商 现在开始不能排队 其实从侧面就已经说明了 他们很焦虑 他们也知道深圳买房的人不多了 很害怕房子卖不出去 比如今年以来 其实深圳大部分的楼盘 序话的情况都不太好的 比如龙华的标杆楼盘 一某中心石区 计划率只有25% 活动员博某府 二期开盘 当天只卖了30% 所以大家其实都不傻 现在深圳的房子 好不好卖 看数据你就可以知道了 这不是靠中介和大肥 在网上吹吹水 就可以骗得了人的 我可以再给大家一个数据 上个月深圳新房成交 是1800多套 环比继续下跌了37.28% 别着急这样的数字 还会继续往下的 后面还有大量的房子会出来 炒房客不可能会一直赢的 所以你发现没有 如果深圳的炒房客被按住了 真实的甘需买房人 真的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深圳过去确实是一个炒房的城市 炒高的房价把深圳一度给带偏了 实体凋零制造业外流 反而养了一堆的炒房的吸血虫 虚高的房价根本不利于年轻人奋斗 现在全国的楼市放松政策 吃起笔福好不认闹 不是那一个城市放松现代 就是这个城市放松现购 搞得轰轰烈烈的 那么曾经轰动全世界 人称炒房市场区的大深圳 如何了呢 曾经这个全国房价涨价速度的排头兵 曾经动一动脚 全国的楼市就要地震的深圳房价 它现在如何了呢 全国其他地方在楼市放松情况之下 房子依然是卖的不太好 房价也没有如中介们期盼那样上涨 反而是炒房客应声出货 房价应声下跌 那么这个安安静静的低调的深圳呢 今天深圳的房价涨跌的数据也已经出炉了 我们直接来看图吧 这是2022年深圳各区的二手房 成交均价涨跌的情况 大家看到那些红色部分全部都是负数的 红色部分是今年相较于去年房价涨跌幅的数据 我们可以得知深圳9个区房价全部下跌 无一例外 跌的最多的是大盆局跌掉10% 福田南商也跌掉6% 光明也是跌掉6% 所以是谁说的 深圳房价永远涨 深圳房价不可能跌吗 深圳房子就是最好的金融保值工具 是谁说的 买深圳房子就可以实现财务自由 现在这些谎言都一一的需要被打脸 请不要再害小白去投资 所谓的深圳房子了 当然现在的下跌幅度 跟之前的上涨幅度比下跌的还不算多 深圳房价水分依然是需要挤 但是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是深圳楼市转折的一个值得纪念的开始 现在大环境根本就不好 还在吹嘘深圳房价永远涨的那些人 可以歇一歇了 听说深圳的公务员都要退工资 收入要下降了 大家都知道深圳的房子 很多是公务员在买 因为深圳过去的公务员收入还蛮可观的 有的人一套两套的买 现在降薪的话 可能会对深圳的房价再造成一波冲击 包括深圳的老师也是一样的 听说深圳的老师也要降薪 有人说降薪的幅度可能要达到8万到10万 大家都知道深圳老师之前的待遇也是相当之不错的 深圳房子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些老师在买 如果降薪的话 估计也会对深圳房价再造成一波冲击 不过我觉得这些措施都是应该的 一直以来呢 我都觉得深圳的公务员还有老师的工资 确实是虚高了 我们大家都诚实一点 莫子良心说 之前削渐脑袋 想进深圳的体制内工作 有谁不是为了钱呢 是真正的想为社会服务吗 是真的想好好地栽培祖国的话朵吗 大家都是成年人 那一点心思都别缠着 无非就是看重深圳的钱多或少 若真的想为社会服务一心栽培祖国的话朵 那么家长们就不会越来越累了 下了班还得为老师分担工作 得继续地辅导孩子做功课 好了更多的就不说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降薪呢 我觉得是从大局出发 第一呢是保证了国家的钱带子 可以继续地发展 第二呢是让体制内的薪水回归合理 因为现在呢什么都要回归合理了 工资回归合理 房价呢也一样要回归合理 即使是深圳的房价 全国房价继续下跌 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啊在嘴硬 说并没有看到房价下降 房价坚替得很 房价呢反而还大涨了呢 问他们哪里涨了 让他们拿出数据来又拿不出来 不知道呢是魔针了还是在装糊涂 所以呢还在说明一下 多宣传一下 让更多人知道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啊 全国的房价正在继续地下降当中 前两天6月20号 一局研究院智库中心又发了一份报告 数据显示今年的前五个月 中国31个省份有27个省份的房价 同比都是下跌了 而其中呢 重庆的房价跌幅第一 官方呢也有数据 大家可以自己去查 今年的1到5月份 中国31个省份的新房成交面积 同比下降了24% 相比于1到4月份 21%的降幅继续地扩大 可以得知啊 即使全国各地放松楼市政策 降低买房的门槛 依然呢没有什么人去买房 成交呢陷入了低谷 同样也可以得知啊 其实现在的楼市不景气 其实跟限购现代限售 关系已经不大了 并不是说你放开各种限制 大家呢就会去买房 我想这是一个大误区 国家统计局呢也发布了数据 今年1到5月份 全国新建三米房成交均价 是9527 同比是下降了10% 看具体的省份 中国31个省就有27个省都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房价下跌 比如重庆跌了22% 黑龙江呢跌了16% 云南呢跌了15% 广西跌了13% 清漢呢也是跌了13%等等 所以还是刚才说的啊 放松各种楼市限制 依然呢无法阻止 房价下降 也没人让楼市活起来 就足够说明啊 现在的楼市真的跟限购限售等关系 并不是特别大了 其实这本质的原因呢 就在老百姓的口中 老百姓都非常的清楚明白了 人口你跌了多少了 结婚率也是暴跌 比起8年前啊 结婚率已经砍掉了一半了 本来结婚生孩子买房是甘虚 现在呢这一帮人 环照套路走了 直接不结不生 那自然的房子也就不买了 因为一辈子做牛马也买不起 上海老婆小一套300万 很多人呢年住20万都没有 还有自己老婆孩子一家人吃了拉萨 你让他干到什么时候才买得起呢